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此态度求学 则真理可明 以此态度做事 则工业可救 西方也有一句话 上帝一定会保佑认真的人 即便他们活得辛苦 可见 认真是大家对于做人做事的一个基本共识 每个人都有自己为人处事的小技巧 但是 认真的人更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和认可 那么 究竟怎样去做到认真呢 今天 就让我们通过阅读 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阅读者陈晓 我要阅读的文章是来自胡适先生 差不多先生传中的节选片段 接下来进入我的阅读世界 所谓差之毫厘 没有之千里 但是就有人不这么认为 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吗 提起此人 人人皆小 处处闻名 他姓差 名不多 是各省各县各村人士 你一定见过他 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 差不多先生的名字 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 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 和你和我 不差不多 他有一双眼睛 但看得不是很清楚 有两只耳朵 但听得不是很分明 有鼻子和嘴 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 都不是很讲究 他的脑子也不小 但他的记性却不是很清楚 他的思想 也不是很细 他常说 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 何必谈经历 他小的时候 他妈叫他去买红糖 他买了白糖 他妈骂他 他摇摇头说 红糖和白糖 不是差不多 他在学糖的时候 先生问他 直立省的西边 是哪一省 他说是陕西 先生说错了 是山西 不是陕西 他说陕西同山西 不是差不多 后来 他在一个钱铺里做考记 他也会写也会算 只是总不会惊喜 十字 常常写成千字 千字 常常写成十字 掌柜的生气了 常常骂他 他只是笑嘻嘻地陪礼道 千字比十字 只多一小片 不是差不多 有一天 他为了一件要紧的事 要打火车 到上海去 他从从融融地走到火车站 迟了两分钟 火车已经开走了 他白瞪着眼 望着远远的火车上的煤烟 摇摇头道 只好明天再走了 今天走投明天走 也还差不多 可是火车公司 未免也太认真 八点三十分开 同八点三十二分开 不是差不多 他一面说 一面慢慢地走回家 心里总不明白 为什么火车 我很等他 有一天 他忽然得了疾病 赶快叫家人 去请东街的汪医生 那家人 急急忙忙地跑去 一时寻不着 东街的汪大夫 却把西街的牛衣 王大夫请了 差不多先生 病在床上 知道寻错了 但病急了 身上痛苦 心里焦急 等不得 心里想到 好在王大夫 同汪大夫 也差不多 让他试试看 于是 这位牛衣 王大夫 早进床前 用衣牛的法子 给差不多先生治病 不上一天 差不多先生 就一命了 差不多先生 差不多要死的时候 一口气 断断断续续续续 活人 同死人 也差 差不多 凡事只要差 差不多就好 何必 何必太远点 他说完了这句话 方才就起来 他死后 大家都称赞 差不多先生 样样事情看得破 想得通 大家都说他 一生不肯认真 不肯算账 不肯计较 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 于是 大家给他 取个死后的法号 叫他做 圆通大神 好了 今天和大家的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读了胡适先生的这篇文章之后 是否有一些收获呢 希望大家都能够认真做事 认真做人 最后 也分享给大家一本 我喜欢的书籍 这是来自矛盾先生的子业 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同时 也希望大家能够 继续关注 榜样阅读 享受阅读的乐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